殷野王被玄冥二佬打伤 身中玄冥神掌危在旦夕 阴天正耗费大半的内力 才将殷野王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而殷野王和张无忌情况不同 殷野王有内力护体 因此寒毒没有立即侵入五脏六腑 所以不需要九阳神功相助 也可以逼出体内的寒毒 画面一转 张无忌一路追赶为一笑 却在半路遇见了一个和尚 张无忌说什么 和尚就跟着说什么 搞得张无忌非常无语 和尚的身份并不简单 乃是名叫五散人之一的 孤代和尚说不得 他受到常玉春的嘱托 前来救张无忌一命 劝他不要继续追逐为一笑 否则定会让为一笑吸干了鲜血 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奈何张无忌心系猪尔的安危 就算是拼了自己的性命 也要前去和为一笑斗一斗 张无忌被说不得抓住 困在了乾坤一气袋中 即将获得一大机缘 划分两头 为一笑奔波赶路耗费大量内力 遭到了寒毒反噬痛不欲生 猪尔健壮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却不想为一笑并未伤害他 还替他解开了穴道 催促他赶紧离开不要回头 谁知猪尔非但没有离开 反而走向为一笑质问了起来 为什么宁死也不愿伤害他 你说呀 是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周滇啊 名叫五散人之一的周滇出现 同样好奇为一笑为何如此 为一笑告诉周滇 猪尔是阴天正的孙女 阴天正不畏艰险前来相助 他若是喝了猪尔的鲜血 当真是恩将仇报猪狗不如 周滇得知猪尔的身份 解开了他的穴道放他离去 听江湖人说 细血蝙蝠既阴毒又古怪 今天我才知道 好像颜不腐蚀啊 其实你还是有知力又明示 善良的一面的 我走了 猪尔得知真相离开了木屋 周滇摸了木卫一笑 发现他浑身冰冷命不久已 同为名叫中人 周滇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当即盘膝坐下输送魅力 替维一笑压制起了寒毒 与此同时 武清音和魏碧两人 听到动静来到了屋外 魏碧认出了维一笑 又见维一笑情况不妙 决定趁机一举将其情下 在六大门派面前好好露露脸 说干就干 魏碧当即向着维一笑靠近 魏碧偷鸡不成18米 没能情下维一笑不说 还成了维一笑压制寒毒的补品 再看布袋和尚说不得 带着张无忌进入了一条地道 还遇见了维一笑和周滇两人 维一笑踢了一脚乾坤一气带 发现里面竟是一个大活人 刚好给我当点心 不不行不行 这个人福王可动不得 天下没有我福王动不得的人 这个人于本教有恩 我敢说福王若是吃了他 五行旗非跟你劈老命不可 有这事 说不得告诉维一笑 张无忌接下灭绝师太三掌 救下了多名五行旗的兄弟 唯一笑得知来龙去脉后 不禁对张无忌敬佩三分 再也没了拿他当点心的想法 画面来到一线霞 宋青叔对着周芷若百般讨好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喜欢上了周芷若 可周芷若的心中 已经住下了一个张无忌 因此对宋青叔并不感冒 让宋青叔百思不得其解 丁氏姐 芷若为什么排斥我 我也不是他 我怎么知道 还是他另有一种人 而拒绝我的好意呢 我把他从小带大 应该是没有 芷若师妹不肯接纳你 只有一个点 静玄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聂爵师太看重周芷若 可能要让他接任掌门 峨眉掌门不得有儿女私情 不 师父答应过我 峨眉派掌门人由我接任 这也夺不走 丁敏君将峨眉掌门视为囊中之物 见周芷若被聂爵师太看重 因此开始敌视起了周芷若 而周芷若面对宋青叔的示好 心中意识十分的纠结 我不能 我不能接受宋青叔 他 他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男人 我心里只有他 只有张文静